地震搖得蠻大的 我想要介紹一款App 它的名字叫做KNY 大家如果想去安裝這個程式的話 那在 我是用安卓手機 給大家看 在Google Play裡面 打入KNY 你就會看到這個 然後因為我已經安裝好了 KNY台灣天氣地震暑暴 開啟之後呢 這是剛剛的地震 那我比較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App 可以發出比國家急警報 可能還要 更多的選項 如果你想要更靈敏一點 你就可以設定靈敏一點 像這個 左上角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第二個 地震設定 裡面就有地震速報 然後地震報告的設定 點下去呢 你就會看到 這裡面 我是這樣設定的 第一個就是地震報告 這個地方 我就有打勾 然後是接收地震報告通知 那下面這就是我想要講的 地震速報 這個我就是有打勾 那有 即時的一些地震 的一些警報 它就會馬上發出來 那我剛才說有什麼很靈敏啊 這種 我看一下 地震速報 你就點下去 這個地震速報 然後本級震度 等級 可以點下去 那我是 我是點 我是5級啦 因為 3級 或4級的震度 我覺得都 還好 反而比較恐怖 應該是5級 所以我是選5級 那如果是 台北市 5級震度 那我想 可能在 這個 當 當地 的那個 比如說在花蓮的話 可能就是 規模 7以上 那台北就會有5級 的一個震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是選5級啦 就是 不用 你一直 現在很多很小的地震 然後你就 一直收到那個會 我是覺得蠻 困擾的 好那我們就往下 再看一下 下面這些 012345 4級這些震度 我都是 選很小的 那5級震度 我就是選一點點 6級震度 再大聲一點點 7級震度 再更大聲 這樣子設定完了 你就 就可以收到 那如果你不知道 他的聲音 有多大聲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 錄音的方式 這樣子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收到聲音 你如果點這個 地震速報 模擬畫面 這個啊 試試看 好 他現在 4級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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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就是 4級地震 按下取消 4級地震 4級地震 還要退來一句了 他現在有很多廣告 好像不用管 再按一次 這個我再回上一頁 略過影片 好點叉叉再回來 再看到這一個 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叫做 地震速報接收檢測 這個呢 我就沒有 我就 我就沒有在示範了 那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他的那個 自動開啟手電筒 就是他 收到地震速報的時候 他會 開手電筒 我覺得這個也蠻好用的 就是 如果你的手機 像現在就是 余震 十分的平凡 如果你想要 晚上 不曉得 手機放哪裡的話 你就 點這個 自動開啟手電筒 然後手機震動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啦 好 那記得大家 手機充好電 那最近這幾天 搞不好又會有 規模5以上的 余震 這我就覺得 很奇怪 余震差太多了 下午要下班的時候 突然又 搖一下 太可怕 好 那 今天下巴走一走 就介紹 KY台灣天氣 地震速報 達姿 bess 超 explosive geb Tomb 雷 跳